现在所进行的模式 极可能就是要把美国 或者整个北约再次的拖入中东战场 会不会拖入像当时的两翼战争 那样的如此长有和 令人传播起来呢 你来到重庆堂白 我是欧崇敬 以色列和加萨走廊的战场 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 我们已经知道是超过500多个大楼 已经被以色列给摧毁 而且呢死伤的人数在哈马斯这边 和加萨走廊一般的居民加总起来 已经是超过2000名了 这和以色列当时候被5000颗 狂轰烂炸的火箭弹所伤的人数 相对等于来说几乎是非常接地 等于说两天都使出了另类的 还有任何游击队或任何哈马斯的部队的话 他们在生存上面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 换言之啊 这个内塔尼亚湖也就是以色列总理啊 他们所下的命令呢 是要把这个地方 把所有哈马斯的人呢 给尽空 这件事情哈马斯会不会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换句话说 这只是整个战争的第一大局而已 也就是说 请大家注意加萨走廊这个战场 它不是唯一战场 它将会是第二战场 那各位说什么是第一战场呢 第一战场咱们还是要回到 当时以色列被轰炸的 这个整个西南领域 那是应该是第一战场 甚至包含这个和平约会所举办的地方 然而现在当然以色列不容许 他们自己国土里面 继续作为战场 可是以色列仍然在被轰炸中 现在当然不是由哈马斯来轰炸 而是由黎巴仁真组长 他们是隔着国境边境 隔着国境的所有的围墙 他们继续以火箭炮的方式来攻击 现在大家知道的是 这个真组长攻击的人呢 至少是上千名以上的 一级训练的突击队 而这些突击队都是今年的岳 在战场上所磨练的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 大家可以把它看作 是与美国的海豹部队 他们所受的这种训练 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只是说他们所用的 所有身上的器具 是不是够精良 然而不一定是最精良的器具 就一定派上用场 我们只要看当时候的越战 跟美军的战争就可以知道 而现在呢 他们其实已经吸收了1968年 当时候的越军 越共 所使用的整个图围战术 这次对于以色列的突围 绝不是哈马斯 各自所研发出来的一种突发奇想的行为 他是经过长期延拟的 这个既然是长期延拟 哈马斯就心里有准备 以色列会怎么回击他 现在以色列既然回击 他又消耗掉以色列这么多弹药 大家再想一想 那么尼巴仁真主党这边 只要再继续发动攻击 如果这不是唯一的两组力量 而后面还有 譬如说叙利亚 还有伊朗等等 乃至于后面还有黄雀在后的话 那么请问以色列是真的支撑得住吗 至少他是不是就会进入一个 另类的尼烙战之中呢 那么怎么样让以色列进到这个尼烙战 这当然不是我们在这可以随意猜测 可是事实上能不能做得到呢 他有没有可能挑起本来以色列 就快要跟沙特讲和 那根不太稳定的神经呢 绝对是 因为本来美国已经要戳使沙特和以色列讲和 现在这个讲和只好暂停 不但暂停是整个阿拉伯地区 他们只好支持阿拉伯民族 换言之不同的民族问题 或者不同的宗教信仰 仍然是中东 最大的疑虑 而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哈马斯的其中一个首领 叫哈曼尼尼斯的 以及另外一个首领的 确实已经在斩首行动中被斩首 可是相对来说 以色列的少将 他也在家中是直接穿着那衣 在现场被哈马斯的人给逮捕 或者说给掳走的 照这样两边互相控制的对方 极大要害 因为哈马斯 他掳走的人质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 包含英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等等都在其中 那么这么多的各国人士 既然成为他的人质的话 那么整个攻击就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 因为如果人质在被关押的现场里面 那么请问你还能够继续摧毁多少栋大楼呢 你还可以做全面的整个轰炸 而且无差别吗 这恐怕是真的有困难 但是内塔尼亚胡 他的判断和我们一般的判断 恐怕也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 内塔尼亚胡的风平实在不是太良好 而且有非常多贪污的市政 就在几个月前 他们国内才兴起一场 示威游行跟抗议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非常的不满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 肯定会借着整个武装攻击 来充实他自己的权利 换言之 他的确会用更阴狠的手法 或者是更残酷的手法来回报 而且借着是整个哈马斯闪电攻击 以色列境内的这整个事件 果然内塔尼亚胡确实是以这个理由 说要全面的把加萨走廊给拿下来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要问了 加萨走廊全面的被拿下 是不是就如外界的军事专家所说的 不需要一个礼拜就可以全面控制了呢 控制之后会不会被并吞到以色列的领土 或者说会不会长期的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部分呢 还是说他会交给其他的第三方来作为代管 至少是这个地方 近空不要让哈马斯再进入 您觉得会是哪一个呢 我的答案是两个恐怕都不是 因为现在想这件事情可能过于单纯 也过于太早了一些 理由是别忘了 他们在两年前既然就已经密伤 还包含伊朗 那么就不是一个加萨走廊事情可以解决的 因为现在人家黎巴嫩政策长就已经发出视频告诉你说 我们来了 那么已经死伤的双方各大概将近2000人来说 这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而是一个只是去取而已 这样讲吧 这场战争大家原先或者是90%的军事专家 都认为是一周到三周之内就该结束 因为比过去的整个中东大战来讲 确实大家经验上是可以这样的推论 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周园的计划 和他们一波再加下一波那种互相搭配的 完美无瑕的那种军事策略计划的话 那就不像是一两个月内所能结束的 现在所进行的模式极可能就是要把美国 或者整个北约再次的拖入中东战场 会不会拖入像当时候的两亿战争那样的如此长久 和令人喘不过气来呢 极度的有可能 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美元它的汇率利率 再者呢 也会影响到石油对全世界的攻击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